我许这个就绝对是阅读最佳游戏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春暖花开三月已经过去了大半 本月最应景的沙丹排球 很快也将与广大运动游戏爱好者们见面 有蓝天白云 还有一群运动员妹子等着我们 作为本款游戏最佳外设金灵球plus 毫无疑问也将焕发新春 另外无比适合情侣和亲子玩家的药极手工世界 也将在一周后发售 而四月还有哪些游戏将要登陆Switch平台 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四月三号暗黑血统战神版发售 原作发布于2010年的暗黑血统 初代一惊面式就凭借了独特世界观塑造 识别度极高的艺术风格 与不错的手感和解谜设计 得到了玩家们的认可 虽然融合了当时注入战神 波斯王子 鬼气等众多动作游戏特色 甚至还参考了赛格达传说解谜部分的暗黑血统 在细节与节奏的把握上仍有欠缺 但依旧不是为一款非常值得一试的作品 六年后发售的战神版在画质上得到了增强 玩家依旧将操作天启四骑士之一 在无缝连接的宏大游戏世界里 解开七个封印并展开自己的复仇之旅 本作的动作元素十分丰富 并且还有个爽快终结机 以及多种玩法场景流程设计 游戏美剧中文 如果你正好没有玩过原作 Switch版暗黑血统实体版180块的价格 非常值得体验一下 童天日服还将发售以龙珠为背景 玩家通过原创的人物用卡牌对战的方式 与动漫原作中众多人气角色 协力战斗的超龙珠英雄世界任务 以至于街机平台的本作 收录了超龙珠英雄一到八代 以及包含了宇宙任务最新版本第二波 約1160张的卡牌 再加上龙珠龙珠Z及T改河超等系列 合计约超过350名的登场角色 从而给广大龙珠民们 带来一场系列史上最大规模的卡牌对战圣野 游戏包含自动匹配技术接近的玩家对战模式 拥有段位等级 并两小时改变一次规则的真格对战模式 以及本地离线对战 但非常可惜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中文消息 使得广大玩家想要体验 本作的游戏机制上会带来不小的难度 另外数字版日服443块 和实地版约420块价格也确实不低 建议龙珠粉丝们 还是多等待一下 后续有无中文更新的消息吧 4月10号 日趋最终幻想十与10-2 高清重置合集发售 欧服美服则是16号后发售 原发布于PS2平台最终幻想时代 曾凭借当时RPG游戏中 绝对业界一流的画面音乐 演出和感人的剧情 而大受玩家们的好评 尤其当年差点把Square坑破产C级动画 所带来的经典过场 真的是感动了当年的一众玩家 当然不可避免的 仅是将材质高清化 和提升音质的本作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多少是有点落伍 但对于喜爱日系RPG 尤其是从未接触过原作的朋友 这款昔日经典还是非常值得一识 需要注意的是 本作数字版目前仍未有中文消息 而淘宝售价于298块实体版合集 则有中文 4月17号 从去年10月发布消息 我就心心念念等到 现在的梦幻模拟战一二代合集发售 作为曾经的日式SRPG 战棋四大天王之一 时隔多年后 带着从画面到系统都焕然一新的面貌 重新与玩家们见面 但是坦白讲 有些时候真的未必越新就是越好 尤其是在体验试玩版的二代后 无论是系列经典的实数字体力 冰刃相接的近距离搏杀 还有系统方面的一些改变等等等等 更别提虽然可以更换为原版的例会 但依旧有种讲不出的 违和感的划分设定 都让曾经在MD上狂干二代的我 多少有点不能适应 但无论如何 即使游戏没有让我见到本世代下 七元大神的华丽划分 也没有满足我对系统与战斗 不敢要求有多么不得了的全新进化 至少一向四五代靠拢的想象 但本作对我依旧还是必乱 就像我几个月前直播时 那段不巧一语成诚的总结一样 这是蓝骨瑞杀 这是梦幻模拟战 这就是那些年我无比喜爱过的游戏 何况其实这一版 毕竟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 游戏目前实地版约380块 并且占无中文 但已经有本作正在汉化的消息 4月23号 龙之信条黑暗觉醒登陆 作为卡普空尝试欧美式开放风格 RPG的试水之作 龙之信条在系统与许多细节上 还是存在的诸多不进入人意之处 但要讲到动作部分和打击手感 那业界动作天真可真的不是白叫的 直到目前为止 这都可能是大家能玩到 手感最好的开放式RPG游戏 黑暗觉醒作为原作 加强满足收入原版所有要素版 还将以新场景黑奏岛作为舞台 最佳包含新的地图 任务武器装备等要素 在玩家喜闻乐见捏脸上 也会添加更多的新细节 总而言之 作为一款批在欧美风格外皮 但实质还是日式游戏的龙之信条 由于技术和制作经验上的原因 本作的确有的些许令人遗憾之处 但对于喜爱日系动作手感 又特别重爱这一游戏类型的玩家来说 目前数字版澳大利亚191块 和实体版约230块定价 并且群区中文的本作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入手体验一下 隔天真人快打11将预计登陆Switch平台 这个系列不用多说 从初代开始就剑走偏风 与日式同类游戏相比 真人快打在打击手感系统设计 和竞技平衡性等方面 只能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不过论猎奇血腥的演出表现 至少格斗头目中 还真没人能跟他叫板 新的真人快打11 除了引入系列经典角色 和更多的新人物时 玩家可操控角色更加多样玩 自定义系统也能让大家 做出更更新化的角色 凭借新画面已经带来的视觉体验 也无疑更加刺激 不过本作到目前为止 在Switch平台信息都还不多 游戏占无中文实体版 售价约335块 另外同天最终幻想12 《黄道纪元》也将发售 作为PS2中后期的经典作品 发布于2006年最终幻想12 虽然因为制作周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而导致剧本与人物塑造 被整得一塌糊涂 但当年就凭借着 画时代开创新的一系列战斗系统 包括无缝切换 自定行动策略 与场景探索等等设计 使得本作原版与时代 都获得MC92分高峰评价 即使放在现在也毫不过时 《黄道纪元》对原作画面 音乐与系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加强 并且全区中文 目前俄罗斯服售价303 实体版约288块 不过坦白讲 先不谈作为加强版的《黄道纪元》 相比经典的原版 诚意是否给足 按照前两年其他平台的发售经验 估计《黄道纪元》 Switch版的价格也不会坚挺太久 如果不急的话 有异象的朋友可以稍微观望一段时间 25号《刀剑神域虚空幻界》 豪华版发售 作为系列第二作《虚空断章》正统续片 以《刀剑神域》原作 《刀剑神域》的兼修为基础 从而展开完全原创 崭新故事篇章 Switch版《虚空幻界》 将包含原作全部追加DLC内容 并支持最多四人的本地联系 和Joycon体感操作游玩 不过作为一款 还是比较粉丝向的游戏 虽然《虚空幻界》 在系列游戏中的口碑评价不错 但从未接触过原作的玩家 如果碰巧看对了眼 要下手间还是尽量三思 本作支持中文 目前实体版售价约320块 26号曾在情人节直面会上 刚刚亮相不久的 《箱子男孩与女孩》 也将正式发售 作为3DS上优秀创意类 加作《箱子男孩》的全新作品 本作延续了系列经典解密玩法 不但关卡增加到了270个之多 利用Switch特性所带来的 双人游玩设计 相信对于有玩伴 并且喜欢意志类游戏的玩家 将会又增添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